接著到 part c 了 現在我就說 隨著時間的過去 n t 就會去到一個 average number n a ok 那就找到 n a 出來 你留意這句隨時間過去 其實就是當我們 t 趨向無限大的時候 那個變化會是怎樣的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選擇的 limit 就是 limit t 趨向無限大 40 除回 1加 1.5 e 的 負0.02 t 就等於回 n a 了 即是我們今天想計的東西 那可以怎樣做呢?就可以這樣想的 就是這個位置如果想表達得好些 我們可以首先把 e 的負次方 轉回 1 除它的正次方 ok 那你會發現一樣東西了 就是隨著 t 不斷變大 我們的分母都會保持著不斷變大 那你想一下, 1 除一個很大的數量 1 除1億,那數量是不是很近0 所以黃色這塊就會變成0 ok 但是還有40除1 所以 n a 應該等於40 就是這樣,那我整個計算到 part c 了